部送回來 不是立法委員去交涉 而是由我們的行政院派員去交涉 或者責成相關機關去交涉的話 那麼部長指責的槍口 似乎應該對著行政院 或者行政院應該要講清楚 這個過程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 但是因為我們在場只有法務部 所以我請法務部在中午以前 把這個交涉的過程 能夠給本會一個檢要的時間表 也就是行政院什麼時候開會 然後透過哪個單位去跟馬來西亞的移民單位交涉 那跟陸方有沒有要這個卷證 陸方的答覆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過去啊 其實從2011年菲律賓事件之後 我們的慣例通通都是卷證跟著人 雙方各自帶回 卷證都一樣 兩邊的卷證都一樣 各自帶回 那這一次破了這個例的原因是什麼 是誰要負責 這個也請麻煩簡單的做一個 我們法務部很會做判斷 請法務部做一個判斷 好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要了兩個資料 一個是法務部要說明喔 部長在什麼時候對我們就是立法院 或對社會講過 如果沒有談清楚 有可能就是今天這樣的一個後果 人回來了 卷證沒有來 第二個 請把這個交涉的過程 在人回來之前 能夠有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在中午以前這兩個資料請送本會 好 我們接下來請張宏露委員 不好意思 主席 我請羅部長 好 請羅部長 張委員好 部長 你好 我們今天講積壓法 我想先請教一下 部長你認為被積壓的被告 在看守所裡存在 所以你對這次積壓法的部分的修正案 有人權的部分 比如說申訴或什麼的這些 你是持什麼樣的看法 你持什麼樣的看法 是關於什麼大法官解釋的這個嗎 對 當然是認同啊 所以我們這個修法裡面也給他一個救濟管道 那這個救濟管道是我們跟司法院討論 結果是認為是用刑事訴訟程序比較妥適 那現在因為委員的提案是用行政訴訟程序 因為訴願跟行政訴訟都是行政訴訟程序 所以才這個地方覺得大家要再討論一下 好 所以部長你也是認為這個被告啊 他不管身在何處 看守所或什麼 他的基本人權 我們還是要尊重大法官的解釋 要維護他的